我沒有去到很崇拜,我對有些私怨 這就太小了,就不公開說了 但是當然他這樣說是拍手掌,也不是說說得很激 當然你從鬥王的角度看,你可以說他現在沒什麼好拍的 是不是可以再做多一點,是不是拍多一點 但是沒有人是有資格要求別人做多一點 他講成這樣,他不兜兜兜兜兜說一句 其實我覺得應該大家留意一下中國電影,就是這樣就算是這樣的 從另一個角度就是這樣也算是這樣的 從作品上,我覺得杜sir留下來 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是經易流傳萬世,就是黑社會 如果你要理解中共,理解政治鬥爭 我也有幾部電影,或者是理解蛇魂政治 有幾部電影,我自己在寫 有什麼電影對我影響很深,我很喜歡推介 我經常都掛在後面 一部是Hunger Game Hunger Game三部曲 你就會很了解整個社運的低下層和當權者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品 Hunger Game,就是一個社運政治入門 第二個我自己會很激勵到我的就是Spotlight 我認為所有自許為媒體人都應該要研讀這部電影 第三就是Matrix Matrix 因為Matrix 是一本哲學書 我覺得它是透視了世間萬物 也代表著一個極權的操控 然後第五就是Joker Joker 如果你要了解 Joker 接下來就是描寫著一個極權世界 譬如香港也好 你看到白法也好,白紙也好 反送中也好 不多不少其實你都在這部電影中 Joker 就形容一個由太而上的一個被欺壓到反彈的情況 第五就是黑社會 黑社會當然是神妙 當初我不明白 其實我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 當初就好像一部娛樂片 嘩到後期 譬如你現在有空再看 你發覺真的厲害 把整個共產黨寫下去 但是不露痕跡 不露痕跡 兵不驗人 這些真是高手 真是高手 完全不露痕跡 其實就是當黨爭 黨權鬥 用一個香港最普通的題材 結果去包裝這部電影 是一部類似黑社會片 其實不是一部說黑社會片 非常高手 我對於他說這些說話 就是歡迎 但是你說是否令我很振奮 又未至於 畢竟 香港電影現在能夠做的事實在相當有限 所以很多網友聽到我懶 我自己有個想法 就是我一定要有一個類似 香港人的Netflix平台 我其實是 我跟一些電影人談過 其實99.99%都說是搞不到的 我當然知道的難處 你爭取自由也很難 是不是 如果你現在跟人說 我想香港要重光 我想99.9%都覺得不行 那是不是不做 那件事不是說做不做到 是說要不要做 你就是要做 這件事是要做的 也不應該是我堅持要做 應該是 不過有這樣說 有些事情就 沒有分別是誰和誰 我覺得一定要做 原因是 很多香港好的作品 其實就算你說 譬如《毒舌大狀》 因為我未看 港產兵最高收視 最高收聽 好了 事情已經過去了 譬如正義回廊 很多回響 很多探討 講完之後 其實沒有了 以香港這麼快的城市來說 資訊流轉得這麼快 兩東西就消化了 那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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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件事 更加有很多好的作品是被淹沒 有很多好的作品是看不到的 譬如有些電影 香港上不到 是不是 又或者是 有很多散落四周的香港人 他也看不到那些電影 那其實 我們走得很慢 在這方面 香港走得很慢 在利用互聯網科技這件事 走得很慢 那件事只不過是 你怎麼用科技去拉近香港人 和電影這件事 如果你是相信電影的力量 你相信香港人是想要這些資訊的 其實 其實 就不會不成功的 不過當中當然很困難 這就是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我反而想借題發揮 講一些香港電影 很快講一些 其實香港電影是怎樣成功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怎樣成功 很有趣 其實香港電影 跟很多東西 香港電影本身是一個品牌 港產片本身是一個品牌 東方荷里活 這個品牌 跟很多我們在節目裡探討過的品牌 是一樣的 國泰 海洋公園 國泰 海洋公園 例如 領展也算是 它都有代表性 它是香港最大的地產房堂 為什麼這些東西會一個一個這麼爛下去 匯豐 CCTVB 這些全部都是品牌 爛剩的就是 所謂的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虛名 聯會一被衝擊 你馬上吃屎 國際金融中心 你不要搞笑 為什麼呢 這些品牌 如何成功 又如何來 簡單 我覺得我歸納到兩個原因 這些品牌 由八九十年代 全部都 電影更加早 不單止電影 其實樂壇也是 當時輻射整個亞洲區 有誰不敢聽廣東歌 你去到這一刻 那條水是吃到現在的 吃到現在 你去到東南亞地方 我們有馬拉網友 可以印證說得對 我們有越南阿Dude 我們有東南亞網友 越南阿Dude 或者是馬拉阿Gin 我都說得對 有時候在街頭橫尾 你都聽到還在說廣東歌 是舊的廣東歌 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因為一個 一個不能自由的中國 OK 一個不能自由的中國 令到那些創意的人才的資訊 就在香港發射出來 這是第一個原因 香港有一個條件 能夠資訊自由 能夠創作自由 當時 但是創作自由和資訊自由 是不代表你創作好東西 為什麼香港創作好東西呢 就是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被英國佬管過 英國佬管過 帶給香港什麼呢 第一 文明 文明是很虛的 這件事很難解釋出來 什麼叫文明 文明最普遍的就是 例如禮儀 一些文化 是吧 很哲學的 譬如人 當你溫飽之後 你追求什麼呢 是吧 帶給我們法治 能夠有這個知識殘權 有這個私有殘權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國際觀 就是有國際觀 對國際觀最簡單體現 是我們起碼懂英文 OK 譬如 香港人很幸運 譬如你去 你相對日本 日本當然是厲害的 日本文化一個國家這麼厲害 但是你發覺 很多東西 他在學術上 他打不出這個國際市場 就是英文不夠厲害 真的 說真的 為什麼韓國會這麼厲害呢 就是打鬼佬市場 就是殺入美國 為什麼BTS這麼厲害 其中一個必要的因素 不是原因 是必要的因素 就是隊長RM 就是一口流利英文 為什麼Black Plane這麼厲害 就是一口流利英文 就是要打英語市場 OK 當我們香港有這兩個條件之後 再加上香港人的創意 鬼馬 抵死 這是南方人的特點 就是所有創意行業 才爆發出來 好了 當你兩件事 你都要撞倒 是不是 第一 你連香港都收緊了 沒有創作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 簡單來說 第二 英國佬流下來的東西 法治 文明 國際觀 全部撞倒 那就吃屎了 是不是 新加坡沒有做過事情 我想告訴你 新加坡就是相對整個區裡面 是不是 他沒有什麼自由的 OK 但是他有文明 還有他有英文 那他就把所有的東西都扔掉 其實就是這樣 是不是 所以香港電影為什麼成功 為什麼這麼成功 以及為什麼現在 撐這麼遠 最近就好很多 OK 但是 你不是一年靠七部王子華 是不是 以及五套 十八套古天樂者都搞不定 OK 跟以前的撐很遠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 但是現在整個電影的需求 以及創作的空間 在海外 是不是 海外才能夠 可以 說錯誠語 可以是比較自由地去講 想講 就像網台一樣 現在八成的網台都搬到海外 你才有個自由的空間 然後需求又不是沒有 是不是 海外很多香港人 但是無法聯繫 沒有一個平台 沒有一個科技 那麼 中藥會有的 希望 希望 好了 電影這部分講到差不多 我是很喜歡電影的 非常喜歡電影 所以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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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